好了,6月30日,今天香港沒有格子 一定要香港沒有格子,為甚麼呢? 今天有一個瘟臣遇著雷臣 明天就是七一 習近平這個瘟臣在6月30日,今天來到香港 坐專列 對,坐高鐵 你看到田北臣,前天說99.9% 習近平會坐高鐵下來的 好像買馬一樣,現在這隻馬被他跑出了 是啊,大問題,亦都反映到一件事 其實高鐵是最擾,即是你說 習近平坐專用列車過來的話,其實是最擾民 你想一下,如果他只是坐專機的話 機場特地只是給柏位,習近平去搞儀式 然後過來的話,根本就影響不到香港人 即是上班下班的嘛 其實呢,如果 不知道他來的時候有沒有下雨 如果不下雨的話 其實坐飛機來 就真的會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感覺 嗯 即是你在飛機下來 你是下來嘛 你長梯下來的嘛 很有型的嘛 那個畫面是很開闊的嘛 那個畫面是 然後你下面 一排人 那些年輕人 小孩說 翻演,翻演 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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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是呀 有一些小孩出來翻演 但是竟然在這個月台上 上面翻演 即是這個 格局 就很小 很局促 整個感覺就是 最正的一件事就是 你看NOW 或者友善 他 習近平坐在那裏 然後他們一群人 沒有雷工那麼遠 用一支YN稿去拍攝著你 就顯得很空蕩蕩的感覺 旁邊站了四個 三任前特首 再加上大領駱駱駛在那裏 即是 靈堂那樣搞到 是啊 即是你想想 上個星期 來之前 已經是 惡兆連連 香港水深火熱 沉船又有 又燒橋又停電 這個水深火熱 而這些惡兆未停過的 那就是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那些高級官員 將來會就職 那些官員 就是陳國基 曾國衛 國基國衛 都確診 這麼嚴重 然後有個 立法會議員 嚴岡也說 沒有人認識他 沒有人認識你 是不是 然後 你看到今天 那些惡兆未停過 第一 就是現在 打風 據聞 現在天文台 就考慮在12點的時候 才會掛3號風球 這樣說 就是保證 習近平走了 走了才掛 這個就是 照雜事力場 由1號 去到3號 那是否中間要 等 這個溫辰 走了才掛 這個 這個3號風球呢 這樣 但是 明天會不會 3號風球 轉變為 這個7號 這個8號風球呢 就是 重要的時間是 等到 習習走了之後 才可以掛 嗯 那我 現在問 胡思 這個前天文台 高級科 主任 胡思 看看他如何回應 會不會有史上最強的 3號風球 是的 那就是 所謂史上最強的 其實根本上 實質是8號 只不過 雜事力場 就算 8號也講成 3號 那 免得後人 就在這裏三笑 對不對 那除此之外 這個打風之外 我看到又好笑 TVB 他那個即時新聞 你看到平時不斷看 即時報道 習近平來講 然後上面 有一些叫做符號 就告訴你 現在打風啊 那樣 你看到 剛剛好 在習近平的頭上 偏打雷劈 有個雷暴Logo 哎 大哥 真的 這些是不是玩笑呢 這些是不是 沒有的 到頭來 如果 習習不喜歡的話 那就是 有個人不誠實使用電腦 就解決了問題 這些 不知道是人為 還是不小心 其實不小心 就是人為 這個此其一 第二 就是現在 那個確診數字 連續第二天 升過兩千 現在是 昨天剛剛好 碰到兩千 現在 今天又再升 去到二千三百五十八 一天就升了三百領 多嚴重 那你沒辦法 你到到風 那我就不出街 我的意思是 不去遠一點的地方 我只是下樓下 吃碗餐蛋麵 吃碗沙爹牛 那樣 大哥 但是 你也知道 茶記多逼的 這些 一定出事 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說 那個什麼 亞營 Omicron 現在在社區出現 有九宗未找到源頭 還說這些 不明源頭的個案上升 那我懷疑其中一宗 可能是 譚耀宗中中了 因為現在譚耀宗 原本今天 就安排 和一些外國人士 這些外國的 這些政客 和習近平一起排排 拍照的 是不是 昨天呢 也有網友 提醒我們 很多那些不明源頭 其實就是 林鄭月娥在年頭 那時候 搞回港議 當你很多人 免檢疫的時候 其實那些都是潛伏者 來的 大哥 你想想 年頭到現在 今年已經六月了 也就是說 有半年裡面 其實很多人 真的 無遮無掩 中了之後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這個人不知道 但是 起碼就是 又雷臣 又溫臣 其實兩件事 都同時間集港 那就是 溫臣 你 主觀上 未必認同的 習近平是溫臣 但是他一來到 疫情就飆高了 那你說 是不是 這個是非常之不吉利的 雙重 雙重 雙重天災 這樣去集港 尤其是 你習近平正在來這一刻 還有的 除此以外 就是 你看到 你又很討厭 現在你說 香港的自由 是沒有 沒有剝奪過 是吧 完全一模一樣 又說 堅持一國兩制 你只是封路 已經大大限制了 香港人的自由 封路 大哥 現在你封了海底隧道 三條封路 加上 將軍澳 甚至農場道 是呀 即是你現在打橫一個字 整個字出來 這叫死字型封路 有朋友 有網友 就畫個圖給我 現在封了哪些路 大哥 全部紅色那些就是封路 現在就變成死字型封路 香港不死哪裏 即是你香港不死就有鬼 那些還要是主要幹鬥 是呀 我剛才說的就是 維港兩岸封路 是呀 再加上香港制隧道 將軍澳隧道 農場道 那些 大哥 你平時上班上學 你一定要經過的 那些地方 是呀 你那時候找周庸出來說 是吧 又說佔中 又說癱瘓香港經濟 一天沒有了二百億 習近平來港 是不是送了二百億給他 對呀 你是黑暴嘛 真的 走黑運的習近平 現在就是令到香港不滿 你現在看到就是這樣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事情 就算你現在搞這個 有封路 天路人怨 就算安排這個 叫做回歸慶典 也都是搞到外國人士 在這裏 因為現在負責搞這個 叫做回歸慶典 這個官員 就叫做 麥德偉 麥德偉 所以這兩天 就被人吵得很糟糕 就是個個尋人 為什麽呢 因為據聞 有九十個立法會議員 難得 是回歸以來第一次 難得全體的立法會議員 全部都被獲邀去參加這個慶典 你以前 至少就算有民主派 也好 Mogo 那些一定不會請的 是嗎 現在請完 但是請完 那你現在 就說 剛剛 胡思復了 掛不掛波呢 就很難說 不過暫時看 就不需要 這樣 起碼暫時看 現在就不會說 升到八號風球 但是 為什麽會罵到他 罵到密德證 因為有九十個議員 裏面 有六個人 就說收不到請典 這六個人 不是什麽人 葛珮帆 陳勇 陳學鋒 還有 謝偉傳 陳佩良 江玉寬 那些就是專門做 選委界別 專門做大陸生意律師 是的 是的 陳學鋒 就說 這次 慶典辦主任 麥德偉 搞到行政混亂 你還說 現在想升任創科局常任秘書長 嘩 你現在做一宗慶典 比你半年籌備 一月的時候已經搞了 這個慶典辦 這個是民政事務局 裡面搞的一個慶典辦 是吧 如果你搞到這樣 你還說要升任常任秘書長 創科 創科我以後怎樣搞 很擔心 連這麼少的事都做不到 大政策怎麼落實 除此以外 有些人對新聞界 新聞秘書處 新聞處 DQ了很多記者 都可能入了他 為什麼呢 原來 其實我看《信報》 的余錦然說 他們收封 收封回來 原來 昨天我們說 有些記者 包括《大公報》 原來除了《大公報》之外 原來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政府新聞處 自己都有 自己都有 有些人問 是否政府新聞處 自己去DQ 這些記者 什麼呢 他就說 相信 不是政府新聞處 搞出來的 DQ名單 因為他們自己都 他們自己都中招 他就說 估計 政府中人 估計 可能是由 國安公署 或者是 警務處的國安署 制定這些DQ名單 但是 有很多人 喂 大哥 他以前都上過北京 去中南木海 做那些述職報道 拍過習近平 入得中南海 拍過習近平 這些人都被DQ 喂 現在不是人人至矮 真的很簡單 第一 你說那些 國安 那些國安 他80億 預算 當然有這麼嚴重 顯示自己做了事 第二件事 就是 他們現在 可以比較的是什麼呢 就是跟澳門比較 因為澳門 政治上的安全 數字太高了 如果 你香港那些 蔡展鵬那些 那些人 如果 他們展現出來 就是 從寬 不從嚴的話 他們真的害怕 西環打過來 就跟他們說 他們不夠澳門 而不知道怎麼辦 Apreso 寫花了 就真的 很嚴重 下年就沒有80億 看看習近平的什麼春 他就說 來到香港之後 這次是五年以來 五個春秋 第一次 就是來香港 上次來香港 已經五年前 一直關注 很牽掛香港 他就說 香港經歷過一次次的嚴峻考驗 戰勝過一個個挑戰 好像說到香港 在這裡跨欄 經歷風雨之後 香港肉火重生 事實證明 一國兩制 具有強大生命力 他能確保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以及維護香港的同胞福祉 一國兩制是個好制度 第一 我真的不知道誰幫他寫稿的 寫稿的人 無論是文字 以及邏輯 都是有問題的 這個人 或者這篇稿 什麼時候寫的呢 寫了下來 或者兩三天前寫 你是不是應該 看看天氣報告 你才去下北 什麼叫做 經歷風雨後 香港肉火重生 你說這句話 他在外面打風 經歷風雨 九不答八 真的 也有人補充 原來 6月30日 今天在香港 下雨 原來是比25年前九 會歸的時候 這麼嚴重嗎 真的 你可以說 雷神如雀 溫神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 你說什麼 一國兩制是好制度 一國兩制 是一個制度的安排 是一個國家國體的安排 一個國家裏面 尊重同時容許兩種制度 並存 這個是安排 不是制度來的 一國兩制只不過是一個國家裏面 容許兩種制度存在的安排 什麼叫做一國兩制是良好制度 不要緊的 他這個制度是一個墨保 等於 阿毛新宇 他出場 就亂寫 寫東西 寫個一思是個好學校 這樣 然後又說 就是 這個 真的 說真的 如果你說 你要堅持不懈 去行一國兩制 總之 總之 為國家建設 總之 要堅定落實一國兩制 又要堅定不移又成 什麼叫做一國兩制 如果你覺得 一國兩制是一個好制度 或者是一個好安排 一國兩制是什麼 你是尊重制度的差異 讓他繼續 其實 我們經常說五十年不變 是說 英籍時代 流傳下來的一種 無論是公務員制度 香港人的自由 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簡單來說 這個叫做 沒有民主 但是有自由 都接受你 這個是基本法第五條所說的 就是 基本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但他之後搬了龍門 他說 只不過 資本主義 五十年不變 容許 國家就行社會主義 香港就行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 這個制度 就五十年不變 但是 你看回 基本法第五條 怎麼寫呢 是說基本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是 更多 這個 所謂的 資本主義制度 那麼 現在看到 所謂剛才你說 有自由 自由而謀無民主 就算民主 都承諾你 將來會實行雙普選 零七零八的 是的 是的 你現在看到 講自由 新聞自由 連大公報 的記者採訪 你的自由也沒有 跟我們講 一般人的自由 還有 死自刑封路 你行動自由也沒有 講自由 結果 你就看到 現在 那些 有線 那些 CAMMAN 特意用 YN稿去做抗議 我沒有帶Terry 我不會拍到 習近平 用手機拍 是的 手機拍 要不然 手機那種 就叫做數碼變招 然後放大 它 起格 起格 你玩東西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現在在擾民 大哥 我自己有 你也在搞這些 你會不會太脆弱 你習近平 會不會太脆弱 所以 我就算說你瘟神 都益了你 瘟神不會玻璃心 不會玻璃人 這樣 好了 我們剛才說 這些人為 也有一些天災的不祥之兆 瘟神 瘟神 但我這樣說 國安 都已經做到盡了 第一件事 是說 連這個政府新聞傳 和大公的記者 都不可以採訪 第二件事 就是 我們昨天都說過 例如 社民連裡面的 那些義工 都被人約談 還有黑社會式約談 對嗎 大哥 你光明正大 你是警察 你找回當事人 是不是 一人做事 一人當 是不是 你就找雷玉璃 你就找 長毛夫人 有什麼問題 大哥 你是警察 依法辦事 怎麼這麼鬼祟 找他家人 你不用臨友 找家人 找朋友 是不是 因為你明知道 他們是不會騷擾你的 然後你找他的家人 找他的軟肋 來施以這些毒手 叫別人恐嚇他 對嗎 等於女人 為了撕你大腿 還要撕你大腿內執 那塊肉 撞了狗 就是這些陰招 大哥 你國安警察 大哥 你光明正大 國安法在這裏 鬼鬼祟祟 是否有失國格 這些真是 然後 還有 這件事要注意 就是 剛剛好遇上七一 現在 美國佬 突然間揀著這一天 其實也不是七一 當日 是六月三十號 就要跟你下馬威 我現在就是要 你習近平來香港 我就是針對你 你習近平來香港 我現在就警告你 贈慶 我制裁了五間公司 這五間公司裏面 有四間公司在香港註冊 好了 而他們的罪名是什麼呢 他就不是說 只是針對你這五間公司 去做這個制裁的 他就說 這個是針對 現在有什麼公司 即是跟俄羅斯做生意 走去幫他 在那裏幫俄企 軍工企業 走去幫助他 去侵略烏克蘭 誰做這些事 就制裁誰 現在五間公司裏面 有四間香港註冊 那他們是哪一間呢 哦 哪幾間 好有趣 很多公司 他們都沒有中文名 有一間叫 Connect Electronics 這間就是大陸註冊 沒有香港註冊 金派科技 這間呢 我只找到 它是 有網站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網站是404 是 是 鬼鼠公司 是 他自稱自己是花園街 但是 我經常去花園街 我沒有見過 他的水牌 至於有一間叫 Sino Electronics 我都找不到他的網站 總之 只是說他坐落在深圳 就和立陶苑合作 這間 WINNIC 這間就有公司網站 他就寫明自己做電子的 主要的 主要的 就是在南中國 這樣 但是 這一間 你 到最底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 他會被制裁 那 一去到 Our Team 由這個 右邊數過來 有一個叫 LISA Russian Sales Manager 大哥 你寫明 你功課給俄羅斯 我沒理由不動你 這間 接著 再去到 World Jetta 即是 什麼 World Jetta 就叫 世捷達物流公司 是 但我都找不到 他的網站 我只找到 世捷達 說他是在 深水埗做物流 這樣 主要 就是 現在 華府 就說 今次是第一次 制裁 就是第一次 制裁有關於 幫助俄羅斯出兵 烏克蘭的中國企業 商務部說 現在 他要向全球企業發放強烈的訊息 他說 如果你支持俄羅斯的話 美國一定會有行動 這就是美國的天眼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沙利文就說 華府首要關注 現在就是跟你畫紅線 現在就是頭盤 總之 紅線有兩條 告訴你 第一 就是中國在俄烏戰爭期間 是不會供應裝備 或者在軍事上支援俄羅斯 這是第一條紅線 第二條紅線 就是中國 是不會協助俄羅斯 完全 或者系統性的破壞 或者規避美國制裁 而 現在 暫時 都未見到中方違反這兩項原則 但是 就是剛才你說的五間公司 究竟他們是壞什麼 以前我們見到商務部 就發放一些制裁名單 或者一些 就是 這些 就是 實體企業 制裁名單 都會告訴你 他們是壞什麼 例如你說 第一次制裁香港 中港的那些官員 11個官員的時候 就跟你說鄧炳強 什麼 跟你說 張曉明 什麼 會說這些 他負責警察的 警察呢 在這個 反送中的時間 非常殘酷地 對待示威者 會說這些 現在就沒有說 有空白原地 那我想呢 就是他 那 以前老共 或者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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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國安 很喜歡說一句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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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或者你自己知道 是不是 不用我跟你說 是不是 或者 以前有些民主派 去申請回鄉證的時候 我申請不到 為什麼 你自己心裡明白 他就喜歡這樣說的 現在呢 沙利文就跟你說了 如果他懂中文就跟你說了 你不要問我 你自己清楚楚 你自己做過什麼 你自己知道 我想呢 這些就是 留一個空間給你 你就算你就算 沙利文就先說了兩條紅線 可能踩錯的 但是 現在就要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再犯的時候 就一定制裁你 而且 這四間是香港公司 那這四間香港公司 會不會連累到香港呢 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他會不會 利用香港的金融制度 去過錢過錢 過錢 你會不會有二級制裁 是牽連到 香港的金管局呢 那這件事呢 就是 勿為勿言之不語 對不對 還有 再簡單一點解釋 就是說 因為 美國人 究竟知道 這四間公司裏面 究竟裏面 做什麼事情 跟俄羅斯通水呢 可能就是 如果公開說的話 那四間公司 就知道 什麼人爆 所以 最好 現在暫時 就是保護消息來源 因為這樣做 就可以保持著 查看 你就自己捉耐鬼 反正 你越捉耐鬼 就越多耐鬼 跟我說話 嗯 是啊 這些就是心戰 對吧 嗯 好了 我們明天七一的時候 明天星期五 是 看看我們就是 可能我們今晚晚一點點 再補充一個節目 去跟進 令到明天都會有些節目 去補充一下 這樣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記得就是 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香港武格仔台 Hong Kong Uncensor 那麼 繼續就是 有錢出錢 就沒有錢出力 那麼 可以就是 加入我們的Patreon 那麼 我們Patreon 其實都是 價格的非常之相宜 基本會員 那麼 都是 大概 三十元而已 港幣來計 就是 三歐 不是 三英鎊而已 那麼 然後 就起碼 都會有MP3的 這個download 那麼 起碼就 不需要浪費你的數據 而且 就是優先 就是網罪可以報名的 那麼 網罪那裡 就是接下來 七月二十四日 那麼我們就去倫敦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Civil Service Center 那個地方 其實是在倫敦市中心來的 那麼 隔這個首相府 是隔兩條街而已 那麼 非常之方便 但是 也都是 如果你是要報名網罪的話 要提供全名 因為 那個地方 其實 對一些 譬如說 藍絲也好 一些被Black List了的 一些敏感人士 一些鬼 國安 就會 踢他走 不會讓他來的 所以呢 那麼 安全起見 其實 大家如果報名的話 要 給我們全名 那麼 我們 現在 暫時來說 那個 網罪的名額 其實就 剩下不太多 而已 大概是剩下 十個 內 其實 那麼有興趣的 就先報名 那麼 如果你說這次輪到你的時候 那麼 下次呢 在八月的網罪的時候 就優先可以給你 那麼 那麼 希望呢 就下個月 那麼 7月24號的時候 就會見到大家 那麼 就 我想一下 對了 那麼 網罪那裏呢 就 主要怎樣報名呢 那麼 如果有Patreon的 那麼 在Patreon裏面呢 就給我們一個訊息 那麼 inbox我們就說 有興趣報名 那麼 留下WhatsApp的電話 聯絡電話 那麼 還有是那個 你的全名 那麼 或者是可以呢 就在Facebook Page裏面 報名 Facebook Page裏面 報名 那麼 是可以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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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看的 那麼 那麼 起碼就是這樣 就是 你盡量就不要個人PM給我了 因為其實 因為我太多訊息 可能會遺漏你 那麼 就是這樣 那麼 那麼 記得就是like share comment 我們的影片 那麼 令到我們的影片 可以保持熱度 那麼 令到我們 就是Hong Kong Uncensor 就可以撞大下去 那麼 那麼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